如果你是沒有一個訂毛的人 你當然就會隨波逐流 如果你有你自己的文化 作為你一個未知點的一個毛定點 那你就走到哪裡 你就像旅遊一樣 因為你有一個回去的地方 所以你不是流浪 其實因為我們前面走過了三個十年 所以每個不同的十年 就完成了一些任務嘛 我還是會隨著你的想法 就是第一個十年呢 我們做的是研究 就是就像你年輕的時候一樣 現在一樣就是知道 想知道自己是誰 所以做了十年的田野雕場 然後第二個十年 我就開始訓練職者 就是把過去在文獻裡面的 或是老人家口傳裡面 所說的那個事情 把它立體起來 就是你身上要穿的衣服 你都是口說的 可是你從來沒有看過它 然後那個十年就是把它 真的把它做完 然後立體起來 然後穿在身上 然後第三個十年就開始做教育 然後第三個十年就開始做教育 因為那個時候我已經快接近50歲了 所以我有點憂慮 就是說如果過去的這個20年30年 所做的事情 如果沒有傳承人 其實就白做了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做了民主教育 所以有色五繞的幼兒園 然後現在有布馬的民族學校 然後未來我們就希望把高中跟大學連接起來 那也希望民族大學的泰雅的民族分校可以設在我們的中部 然後開始再培養實質 然後第四個十年 那就開始想到在部落的經濟到底可以發展出什麼樣一個新的模式 怎麼樣把傳統的知識跟當代的科技跟新的知識做一個最好的融結 然後把年輕人留在部落 所以現在我的同事們大概就是二十幾歲的男性跟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所以過去我照顧的都是婦女或者是兒童 所以這個第四個階段就是我希望把這個照顧的網絡可以更完整一點 第五個十年其實現在也在開始做 就是我們希望把台灣的原住民跟國際的原住民的網絡接得更密切 在國際上面的網絡做得更密切 所以也是從第四個十年開始培養這些國際的策展人 跟怎麼樣說國際溝通的這個方式 然後自己需要開展出什麼樣的模式跟國際的網絡做連接 你看到你的位置 你才知道你的主體性在哪裡 所以過去我們都會想說西方的概念 西方的概念來看 東方的概念來看 但是就我來講我覺得我們就是一個節點 不管你站在哪裡 我們原住民就是一個自主的節點 我用這個節點去跟不同的地方去做連結 所以我沒有所謂邊緣性的事情 所以大家常說你比較弱勢比較邊緣我覺得並沒有 我很認真的去看待我的傳統知識 我在我的傳統知識裡頭看到了非常多對於人類的獨特的貢獻 比如說他的人生觀他的宇宙觀 他對於土地的概念 他怎麼樣去去敘述跟去處理他的土地 怎麼樣去發展他的 以我來講我是做製品的專業 怎麼在他的這些製品的專業裡頭發展出一些特殊性 是對世界上有貢獻的 在我開始我二十九歲開始正式進入太亞族的文化的探索裡面 從二十九歲到現在三十年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從來沒有匱乏過 我從來沒有因為做文化這件事情 而覺得自己很委屈或者是很局破 我每天都在充滿著很多很多的能量 然後覺得還有好多事情沒辦法做 我好想趕快往前往前往前 所以當我說我二十九歲說 我做了一個五十年的長生計劃 很多人就說五十年? What? 但是我覺得五十年很稀鬆很快的 結果你看到了第四個時代 但是我覺得現在是斜槓的時代 就是當你在這個領域裡頭你可以做 但是因為原住民的人太少了 你不斜槓不行了 對 所以我一會兒要去處理自然的知識 比如說我要去看微生物怎麼培養 我的微生菌怎麼培養 我是怎麼在土地裡頭找到這些東西來協助我的同伴 那我要怎麼樣在我的重碼裡頭分析出來 那個高蛋白的東西我要怎麼樣去處理 然後我一會兒要去看一下 這個東西如果要開始做行銷的時候 它的經濟效應是什麼 我怎麼樣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養的這個豬麻雞的背後的那個價值是什麼 諸如此類的 你一定就是斜槓很多 但是真的是不要擔心 因為從小你不是就是 有可能就是像我們很多在部落裡頭的婦女 她這邊切菜切切 等一下又去織布 然後織布織織織織織 然後這邊又要教課 一會兒又要去唱歌 一會兒要 是不是這樣 她的人生就是這樣啊 你就是全部東東要會啊 你很會這樣 原住民 你很會 原住民的文化真的是台灣的保障 可是台灣人呢 常常都是一群坐在金山銀山上的乞丐 我們應該好好的努力去挖掘自己的保障 珍視自己的保障 然後呢好好利用自己的保障 台灣是一個保障這件事情不是假的 它是真的 我在過去的就是 嗯嗯 時間裡面非常 非常的真實的體驗這件事情 嗯